你在說什麼鬼話 我只能說這場打野會蠻輕鬆 得你的頭啦 我們這隊有三個射手欸 我的天啊 今天這場有個非常有看頭的地方是 對面的齊羅打野獸 我看過所有齊羅當中 最會把穿強樹這套玩得還好的人喔 比你穿上透明戰衣 去偷窺女生洗澡還厲害的走位 今天這場戰鬥非常精彩 除了我們有超逆風的陣容之外 BBCC的菲尼克又要各種花式秀起來 而且對面的對手也非常有觀念 看到我們的凱撒路是反而知道 前期我們的穩定性支援 絕對沒有對手快喔 不斷的在入侵我們的野區 但是我們的隊友也不是省油的手電筒喔 我們直接一個入侵野區 小丑直接入侵去吃對面紅BUFF 在這種新藥場 要成功真的非常的困難喔 雖然犧牲了小丑 但是我們前期也把對手的英雄 抓掉一隻喔 可以看到對面的齊羅正準備要過來 這時候他應該是打完藍BUFF 以及小藍要過來的時候 好吧 那我們就先暫時撤退 意外的地方來了 看著你的小地圖 凡恩竟然開啟他的狂熱 把馬洛斯在塔下帶走 我真的是傻眼 他第一次把馬洛斯殺掉的時候 我的天啊 這個隊友有救了 而對面呢空手刀大師 想要來擊殺他之後 又被我菲尼克一個緊接著夾殺 隊伍的士氣又來了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大家好 好了 那今天這場呢 一樣是我菲尼克的新藥 到傳說戰場的路上 遇到非常刺激的一場 相信我在前幾天的影片 已經提過非常多次 是一場 我覺得打到心跳 快停止的戰鬥喔 除了凱撒路的狂熱防恩 已經至少一年沒見到之外呢 竟然還敢在排位場使用 開場非常有信心 叫我不用擔心 可以看到對手全面入侵我們野區 是因為馬洛斯過來 他知道打野過來 會有一個無打色的局面 而凡恩的志願性 又沒有像馬洛斯 可以在前面談 但是我們凡恩 非常有觀念的直接入侵野區 但是被齊羅發現之後 更意外的地方是 好險沒關係啦 至少被擊殺掉 還是有點作用 我這時候你知道 我心裡在想什麼嗎 他開場說的那句 打野可以輕鬆了 是什麼意思 我明白了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他會吸引對面的炮火 像是中路打野去夾殺他 這樣我的菲尼克 就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吃魔龍 增加隊伍的經濟 其實腦袋轉過來想一想 人生就是這樣 我昨天晚上 跟我女朋友去看了一部 非常好看的電影 這部電影叫做 《靈魂急轉彎》 那翻譯就是Soul 就是靈魂的意思 這部電影呢 是有迪士尼的皮克斯座的動畫 皮克斯座的動畫 都會引人省思 這部電影呢 不是由小朋友去看 如果你是25到25歲以上的聽眾 或是你在人生有遇到一些難事 你覺得有點轉不過去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去看這一部電影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看電影嗎 因為電影你只要花200塊 就可以體驗別人花 三四千萬美元拍出來的大作品 是一個人生非常值得投資 對不起在影片中聊電影 不過這部影片真的非常有意義 我講一下我簡單的感想 如果你人生遇到什麼困難的話呢 很多人都會說我人生可能就是要 找尋一個目標 找尋一個興趣去完成它 讓別人看得起你 讓家長會說 啊我兒子是博士或是醫生之類 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充分的講解人生的意義 真正的人生 就是讓你享受生活 你可能今天吃了非常開心的 早餐午餐晚餐 或是你被朋友誇獎 跟你的死檔一起去看演唱會 在墾丁救了一隻流浪狗 他現在過得非常開心 享受你的人生當下 這才是體驗人生真正的生活 其實這部電影呢 我覺得非常精彩的地方是 它以兩種不同的畫風 就算你沒有辦法體驗劇情 你也不會被過度的審美疲勞 去被就是很無聊就對了 最近我看了三部電影喔 鬼滅之刃 再來就是靈魂機轉彎 再來就是菜單專家2 我覺得這三部電影 都是有非常優秀精彩的地方 但是綜合排名下來 我覺得靈魂機轉彎 是目前我看過最好看的電影 如果你人生有遇到什麼瓶頸 你自己無法突破 又沒有朋友可以聊天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一個人 單獨去看這部電影 我這部電影看到苦了很感動 真的就跟我之前的人生一樣 就是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興趣 一直尋找別人能夠誇獎我的地方 但是真正的人生 就是不斷的去享受生活 去衝浪去游泳 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就跟你看我的頻道一樣喔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實你跟我分享很多生活的大小事 我都會回覆你 尤其是那種回得很開心的觀眾 所以如果你人生可能最近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是你今天有發生什麼 超好笑的事情 也一定要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 讓我體驗你的人生喔 我一定會回覆你的 好了那在這邊呢 我們兩方都有很洛氣的隊友 像是我們洛里昂喔 大家可以看到 這可能是他在 玩遊戲到現在第一次成功的大絕招 遊戲時間六分鐘 所以其實一開始在看陣容 我想說好我們有三射手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有洛里昂 所以應該是他大招 只要一框到我們射手 就有發揮的空間喔 不過這個洛里昂沒有很熟練 不過沒有關係喔 這裡是傳說對決非常有趣的地方喔 你能夠一個人力挽狂瀾 你看我一開始覺得 反而會害我完蛋 結果他一直犧牲自己 把馬洛斯擊殺 剛剛用拿了一個雙殺 這就是我覺得傳說對決 最好玩的地方 你永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隊友 你永遠不知道會遇到什麼對手 你知道我玩傳說對決 玩到現在不是我打上S排位 也不是我遇到那些 全服最強的玩家 我遇到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是 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時候 如果你之前有追蹤 我遇到達人秀的事情 其實那時候我每天都非常悲觀 但是我跟我第一玩傳說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牛魔王 我真的忘記他叫什麼ID了 但是那個牛魔王 讓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他一直用語音在跟我們溝通 雖然他牛魔王真的不是玩得很好 但是他一直都 每次呢他在替我們 抵擋炮火的時候 他都會說牛老大來召你了 那種很開心的聲音就是 這至今為止 是我玩傳說對決三年 我遇到我真正非常開心的對手 我記得他的牌位 好像只有D牌喔 但是他帶給我傳說對決的樂趣 超越了我所有大大小小 打到現在的傳說對決戰役了 如果你之前是我老觀眾的話 你一定也有聽過我講過這個 讓我印象深刻的好朋友 他叫牛老大 我真的忘記他叫什麼ID 如果你真的還有再繼續看我影片的話 拜託一定要留下你ID 太可愛了喔 就是可能還好我來示範了 我們的牛魔王他就說牛老大來囉 各位射手上喔 他就直接用遊戲的內建語音 這樣跟我信心喊話 然後可能我菲尼克被包圍啦 他就會說 我弟那時候玩勇 然後他玩牛老大 他就說 不要怕不要怕 牛老大來救你們囉 那個牛 他開語音之後 那牛魔王大招就直接跳過來 然後我跟我弟就瘋狂的輸出 後來我們就有加好友 可是我真的忘記你叫什麼名字的朋友 如果你還記得我的話 一定要在下方留言跟我講一下喔 唉唷好啦 如果你有遇到什麼傳說對決 讓你很開心的隊友 一定要跟我說 其實傳說對決 我就不只是個MOBA game 就是在遊戲裡的冒險 你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不一定是年紀相同的朋友 像我也認識蠻多國小的朋友 或者是說呢出社會的朋友 很特別這個遊戲 我覺得玩遊戲就是這麼特別喔 你在家可能就 你可能有些算民會說 你們就是一些只會在插玻璃的玩家 但是我們插玻璃也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你的所有人脈 再對你以後出社會 絕對比你認真讀書 因為我用太多 但是各位 還是要認真讀書 認真上班好不好 好了 那這邊呢 喔 洛梁開了一個大招 可是對面的大象直接噴水喔 一個免疫控制之後呢 欸 為什麼剛剛那個洛梁的大招丟到大象 大象沒有被噴起來 洛梁的大招不是無法去免疫控制嗎 還是什麼 還是我記錯了 好了 這時候對面馬洛斯過來 對面齊羅瘋狂過來 我就直接輕輕鬆鬆被秒殺 說真的 我玩傳說對決 不只會注意自己有奇葩的隊友 我遇到對面玩的超厲害的玩家 我也會忍不住就是全憑稱讚他 其實你不要小看稱讚別人 有時候你不經意的一個稱讚 可以讓他開心一整天 好了 那今天這場影片 在我完美的勇敢的犧牲之後 就輕鬆拿下來了 希望今天這部影片有帶給你開心 請記得訂閱我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